每一位校園是提起第五 一直在做種水到入尾杯子裡面的動作 同一個動作就要做在幾個便宜上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學習 如何倒地才不會滴到整個島面都是水 雖然動作看起來很簡單 不過大家是都相當全身在練習 這是中枯子也訓練教 特別為中登記師也訓練完 所以開設地間問起訓練班 我覺得這個課程很密集 然後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我本身下去宜蘭了 然後我想在宜蘭開店面 店面的名字也都已經取好了 所以我想要推廣這方面的差異 大家是從最基本的動作和地學開始學習 從哪裡、設施的地學平靜 一直到第十步在上面 在這兩個月的確定期間 大家要全分了解 藏地攸關的相關地學和文化 希望這個處好學員 在確定結束之後 可以順利找到水埋的第二村 從這邊訓練完之後 就可以到有關於茶的門市 或是到茶行去做這樣的一個 上班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在排的課程裡面 大概有在我們品牌的部分 再來就是說有在 關於說他們泡茶的部分 那怎麼樣泡茶 會泡出很好喝的茶湯 那最重要的是茶藝的知識 讓我們也教給他非常多 在全台灣省的所有的茶 他們都要知道 那最後呢我們會加上藝術面的東西 就是讓他們學做自己手做茶器 那再來就是學插花 那再把整個門市的營造的面呢 做一個陳列 主辦單位也希望接著這個頭一道 是以地下文化來規範的確定 讓民眾可以成為核實在地的文化 進一步來找到工作 也可以學做提供在地的山藝文化 整個南投都是好茶好山的地方 那對茶這個區塊 其實有的人從外地嫁過來的 那可能對茶這個知識 可能不是那麼的熟悉 那也藉由這麼職訊局給開這樣的課程 讓他們多一點點學習 也多一點點就業的一個機會 每次學完是不斷練習一樣的動作 相當認真專心 也不會感覺無聊 大家都希望在這個經濟肉的時代 可以核實各種的轉動 像是自己 以提升在在水頭路的時尊 會競爭領力 記得帶好看 採訪報道 你別妙了